大家也知道在万表界当中 有一个项目就是薄 当然很多高级的品牌 越薄就卖的越贵 相信大家也看过了 而且薄这个特征 除了带的更轻更舒服 当然也是因为高贵优雅的定义 所以很多品牌薄的手表 也有当然很多名字 Ultra Thin Super Thin 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些名称的系列 毕竟也没有出过Ultra Thick 超薄是有没有超出的 是不是 这足以证明 薄这个功能 在表界一直都是有话题的存在 当然最好证明就是这些 这几年 几个品牌 甚至宝格利 最有名的 大家也知道 经常都在 把薄做到极致 做到顶级 打破非常多的世界纪录 你比我薄我比你更薄 要做到一款表薄 不是在于把表克做小 那么简单就可以了 除了要兼顾高级的美感 必须协调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的基性 很多表做不到太薄 就是因为基性成本的限制 如果达到薄 采用超薄的基性 是必须要的 当然很多品牌用的自家基性 就更加可以展现到品牌的功力 基性的设计美不美 和性能耐不耐用 也是必须去兼顾到 不是说做得薄就完事了 那么简单 表盘 刻度指针 通通都必须要有讲究 理论上很多主打超薄的表 价格都不低 但是小刚手上间刚好有一只 入手马币也不到 确实不到一万块 以内 这种就是 美金在两千左右 就可以玩到的这种 二手市场上可以找到 高级品牌 有历史的品牌 大品牌 出名的品牌 还可以玩到这样子超薄的表 而且这么美的这个黑盘 搭上它自家的这个基性 完美的这个40mm 市场上确实真的不多 今天借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